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从世界雨联的比赛改革为巡回赛以来 这应该是赛事最密集的一年 繁重的比赛任务导致球员们伤病频发 而且疲劳作战也使得比赛内容单一 所以趁着这段时间的赛事低潮期 我们就继续来更新技术专题 如果说双打是靠的两人的配合 那么单打就注定是一场孤独的旅程 当比赛开始 无论场上发生什么 你都必须得独自应战 而在单打比赛中 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左右比赛胜负的关键 就是战术和球路 那么在单打的球路当中 最具观赏性和攻击性的球路 应该就要算杀上网 林丹和李宗伟 每一次视如破竹般的杀上网 无不让人心持神网 但在业余球迷当中 大家往往存在着一个误区 那就是过于迷恋杀球的威力 似乎总认为 势大力尘的杀球 才是这一球路的正确打开方式 而实际上 在杀上网这一球路当中 杀球只是一种铺垫手段 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在往前拿到机会 而这一球路 在宇球的战术球路中 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 下压控网 所以为了避免你使出的效果 是卖家秀和买家秀之间的差距 接下来 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 下压控网的战术思路 宇球不仅是技术和能力的对抗 同时也是烧脑的脑力对抗 如果想要提高 进阶到高水平 盲就完事儿这样的想法 是走不了太远的 下压控网 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战术思路 也非常符合当下世界雨潭 这种以攻为主的主流打法 这种战术思路 打法积极 节奏明快 能够始终保持在高点控球 它的核心精髓在于控网 也就是说 后场保持不断下压的目的 是为了铺垫往前的机会 再次强调 后场的下压 只是一种铺垫手段 并不需要有多么失大力尘的杀球 也不需要拍拍重杀 得往前者得天下 占据往前的主动 才能控制住局面 我们来看 周天成这一回合的示范 周天成发小球开局 陶田回放之后 站位非常靠前 所以周天成直接快推正手 先拉开陶田的站位 我们来看 周天成这一拍站得非常靠前 其目的就是要抓陶田的过度 控制往前 而陶田这一拍的过度 虽然也有变化 但正手身后的过渡球 难度很大 球的质量不高 所以周天成抢住高点之后 第一时间出手 快放 逼迫陶田起球 在这里一定要注意 实战中 如果这么高的质量 不用着急后退 一定要压住往口 否则像周天成这样 着急后退进攻 就很容易将到手的机会 拱手让人 不过好赞 周天成这一拍 挑球非常到位 陶田在没有机会的情况下 回拉高球 控制后场 最后周天成 开始利用下压 强往的战术 试图突破 陶田的防守 第一拍 劈杀对角下压 迫使陶田转身 最后 跟进到往口 重复回放 逼迫陶田起球 陶田的防守 也很有经验 挑对角 最大限度的 削减防守难度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拍球 非常到位 但周天成 还是保持下压 劈掉对角 终于 陶田在这一拍 露出破绽 被动的挑球 弧度不够 直接导致陶田 没有充足的时间 完全形成 防守落位 周天成抓住机会 直接中国跳步伐起跳 突击对角 很明显 这一拍杀球 速度上的挤压 直接导致陶田的防守 已经难以控制质量 回球太高 最终被周天成 杀上网 扑杀对角 空档得分 这一回合 有几点细节需要注意 第一是 周天成的下压 并不是拍拍发力 前两拍 都是批杀和批掉 其目的还是在于 破坏防守节奏 铺垫往前机会 二是 周天成的第一拍批杀 并没有采用 不转身的批杀 而是采用 后蹬跳的步伐 这一步伐的优势在于 落地时 重心向前 有利于下一拍的灵贯 第三是 周天成整个这一回合 出手都以抢为主 绿球在第一时间出手 其目的很简单 就是让对手 无法再往前抢到高点 这其实就是下压 控网的要求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下压控网 下压只是铺垫 其根本的精髓 是在于控网 控网 希望大家不要 简单地理解为 只是控制往前 它的意思是 从往前 控制对方的 整个场区 简单来说呢 就是运用前 后 左右的出球搭配 达到控制对方的效果 所以想要达到 控网的效果 就必须要保证 推球 对手杀不了 放网 对手抢不到 所以就下压控网来说 选择推和放的时机 还是这套战术 球路的关键 就这一点上来说 当今的单打球员 戴滋颖和陶田 无疑是其中 最为出色的 接下来 我们就来说一说 下压控网的第二种思路 吊上网 宇丹球员中 山口签之类 身材不高的球员 在发后场高球时 为了保证发球的质量 通常会站得比较靠前 这样的站位 在发完球之后 就必须要后退回位 所以戴滋颖的第一拍 一致性极强地 劈掉对角 打击一时空档 直接导致山口签 二次启动就球 所有 戴滋颖快速跟进 控住网口 快推山口签的正手 继续拉扯站位 接下来 戴滋颖顾忌重施 重复掉球 破坏节奏 不得不说 山口签的被动挣扎能力 是真的很强 这么低手的回放 质量依旧很高 戴滋颖在不得已之下 只能起球 而山口签 抓住机会 平高球反拉 戴滋颖的办法 就是保持下压 不给山口签 抓过度的机会 所有的两拍 连续利用推条 控住山口签的后场 终于 在连续的拉开之后 山口签的站位 出现破绽 戴滋颖抓住机会 如法逃至 继续重复掉上网 控住网口 就这样 在连续的前后拉扯中 戴滋颖拿下了这一回合 这一回合 需要注意的是 戴滋颖往前 每次推和放的 实际把握 都起到了很好的控制效果 而且 面对山口签 这类跑动弯强 挣扎能力很强的球员来说 小戴这一回合 也显示出了足够的耐心 通过站位拉扯 不断积累优势 这其实也是 下压控网 这类战术球路 必须要有的心态 实战中 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 我们往往因为 下压的效果并不奏效 而出现急躁 这就会造成很多失误 总体来说 吊上网的思路 必须要具备 积极的上网意识 其目的还是在于 控制往前为主导核心 这一球路 对付山口签 这类身材矮小的球员 尤为有效 其原因在于 他最大限度地 利用了场地的空间 吊上网之后 结合往前的推球 这种前后球的出球搭配 起到了很好的 拉扯站位的效果 下压控网 是当下雨潭 非常主流的一种战术打法 但一定要记住 下压只是一种铺垫手段 连贯和控网 才是他的核心 总体来看 这种打法 以攻带手 压不感十足 讲求先发制人 速战速决 尤其适合 使用在比赛的中后段 或者比分僵持阶段 其原因在于 这种打法的速度优势 能够起到很好的 快速拿分效果 不过任何打法 都有限制的办法 光有这一种打法 还远远不够 很多时候 下压控网 拉掉突击 防守反击 等等这些的战术球路 都要结合起来使用 这样才能做到 刚柔并记 后期的技术专题 我们也会陆续来说一说 其他的战术球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那么大家认为 哪些球员 尤其擅长使用 下压控网的打法呢 欢迎大家 在评论区讨论 我们依然会在评论区中 抽取6名新用户 获得30天的 爱与客会员 那么上期节目中 讲的6名新用户呢 请多多留言 你们的手机信息 我们会通过短信的方式 和你们信心通知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我是有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